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们讲足一小钟 这是第二季第一集 很开心可以到第二季 也很开心今季还有讲超 今集一样有我Gary Alvin Jim 还有我们幕后有位大佬David 帮我们推麦 大家好 今集有点特别 因为讲足的粉丝 有留意都明白 讲足地震 首先是渔远 然后是飞马 都不打 曾经落到一个 可能搞不成讲足的困境 阿Jim是怎样的困境 因为本身如果要继续打亚洲赛 亚洲足协 亚洲足协 是说明要有某一定的队伍才可以出赛 如果本身 因为自从飞马 那时有飞马 和渔远 已经剩下8队 减正剩下6队 基本上可以说 是不会批过阿洲牌 给你 但幸好就是足够救忙 出手啊 譚先生 但是之前不是说过 如果不够队的话 就打三场或四场 哦 其实它是分别 它是两个system 第一个system 就是说 你一间球会 一个球櫃 需要有多少场球 才可以发球 亚洲牌 第二个quiteria 第二个quiteria 就是你的联赛 要有多少球队 才可以发到多少个亚洲牌 我再补充一下 刚才说的 我没有记住 一季要有三十场 现在就勉强足够了 刚才说 一个联赛 要有多少队球才发牌呢 它的准则是这样的 打亚洲赛的球会 你整个联赛 不可以超过二分一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只有六队 你最多只可以发到 两个牌 两个牌 但因为现在香港的足球界数 其实是有三个位置 你变成了就会少了一队 其实看到澳洲那边球队也是少的 我没有记错澳洲 你意思是澳职 即是A-Lead 好像是8队 还是8队 还是9队 但是他们两个的第三回合 和一个小组赛 所以我想这件事也是 香港足球队想 为何要保持8队呢 希望难得 今年杰志和李文 再加上东方 在亚洲赛这么好的成绩 所以就争取了不少分数 是 应该我们也会提到的 是 今天和观众大家交代 我们今天会先说一下 港超的赛制 因为都有些变筋 第二 就是 每一队的介绍 香港的观众 因为港超的转会 其实未完 也有些球会 其实到现在都未公布阵容 大家可以上维基百科 看到港会的weekend 还有卫书亚在 没了卫书亚 今年是杰志的90周年 前几天我们也进去看了一场 杰志对李文 90周年挑战杯 所谓的friendly match 但一点都不friendly Alvin 今天杰志都穿着球衣 等了一年 终于来到的球衣 是我没去拿 这场球你觉得如何 杰志很明显是 是无态的 先指声明 不是说无态都赢得 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 你会看到 杰志的班人是不sharp 全球都可能粒粒的 但反而李文 一开球你看到 是很有干劲的 但是 可能 最后都是 单一努力FC 就赢了一场球 Dainiano with his friend 是的 G-Man 你觉得这场看成如何? 李文可能 斗心持续 因为李文 十月左右 还要去踢 这个 跨区决赛 加上可能 杰志 因为杰志 阿冠已经出局了 所以可能 再加上主教练有些变动 其实也没什么怎么变 不过继续 加上很多东西 相对看到的是 李文的斗心 真的高一点 但是 像Evan说的 Daino's的质素 令到 本来以为要看十二码 就变成九十分钟完场了 九十分钟完场了 其实就叫 其实这一场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因为杰志 李文的副队长 颜乐峰 在赛前有说 以Daino's的质素 杰志 没有病没有痛 都拿眼冠军了 不过我就要给他看看 有什么意外可以发生 那球迷就开始错误解读了 就说是不是 要搞到Daino's的伤 虽然Daino's无伤 但是我相信 颜乐峰不是这个意思的 但是这场也真的有很多碰撞 都挺重火热的 很重火热的 踢到一半 我感觉可能会打架 我自己看 我自己觉得这场 首先有几个重点 第一 我很高兴阿彭回归正选 属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阿彭的粉丝 他受伤后 都保持到一贯水准 第二 其实我觉得Daino's未有态 应该这么说 杰志大部分球员都未有态 刚才Alvan说的点 是对的 为什么呢 杰志开操的时间 是比其他球迟迟了很多 可能在里面 甚至乎 东方已经踢了三四场的 Friendly 杰志 就是刚刚的石门开操 其实是他们未入局的 最后的结果是 潘佩軒是新加盟的球员 由渔苑加盟进来的右翼 入球世界球 好漂亮 是入涉的时机好漂亮 今天版权所限给不到片 大家看看 是入涉的时机好漂亮 入涉完之后再逗过龙门 更加漂亮 是好像在禁区 叫做入涉 然后丹刀 跳起脚外側 踢起粒 踢起粒 肥原 其实潘佩軒 一开始大家都对他很多质疑 质疑完之后 他就用自己的入球 证明了自己是OK的 跟着郑兆军的入球 追回和 去到丹欣路 92分钟的时候 其实是门前混战 但就看到射手的触角 那个射术 功架 真的很狠 其实我想这一球 在他入球的时候 我已经是想赚完浩俊 守得很好看 但最后没办法 就是真的射术 搞到我想持半个中花位吃饭 都不行 想看完十二马 他真的够了很多球 他应该挡了差不多三球 应该有 两球 但你们看完这场球 一队就要打阿歇跨区 结智我当未有态 阿歇你有没有信心? 看完之后 阿歇信心 先不要看别人来 对手我们硬一点 说阵容再说 一句都说完 跨区决赛有没有信心? 一半一半 先说有信心的部分 看到是斗心在这 不会说投完一季之后 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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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之别克的拿斯亚 我译做拿斯亚 是的 Alvin 对李文 阿歇会否有信心? 我想都是一半一半 一半是看他们今场的表现和斗自己很好 但是另外一半除了作客和对手之外 我觉得是斗心还斗心 但是出到来的成品还是差一点 李文其实今场是有很多攻势 但是没有end product 对着一对没有太的结智 都没有end product的时候 如果再对一些高很多班的外队 不看好那一半是来自于这 但结智是压惯 结智是假的压惯 我几分? 11分 一分 双刹恒大 但是他说得对的 印度那对摩坑巴根其实也是压惯级数 如果排面上算是压惯级数 接着我们就会看一看 Davey 麻烦 接着我们就会讲一讲下一季的联赛 其实就不同了 和上季 首先就取消了升降班 这里有点我们出错了一点的 港超是取消了升降班 甲月丙组全部有的 下季开始就没有升降班 就算UR3或者港会踢到底也好 都不用降班 不过港甲就会升一降二 港甲以下就是港月港丙就会升二降二 但大家熟悉香港足球的朋友都知道 可以选择不升的 章程是这样写的 你可以不升或者不降的 章程还章程 鱼与天水日飞马就分别宣布放弃 其实很可惜 很大部分球员都很旁旺 尤其看到鱼与青春班 其实看到实力在 或者是有可能的 其实是在那里 但是要放弃这件事 我自己觉得真的比较可惜 因为始终奈何、疫情 加上经济的打击 那么鱼丸都 听回来说 其实鱼丸都已经欠身欠了几个月 对了 也都退了劳工署 好像是寻求协助 香港可能去得最多劳工署的职业 可能就是职业组合员 不奇怪 唏嘘 其实真的唏嘘 但是鱼丸 我反而觉得两对可惜的原因 是因为 这里讲少少 其实因为国家乐教练 其实在开车之前 很有心搞了一个PFA 义务去帮一帮失业球员 去做训练 因为他的中资就是说 失业球员 你没有操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已经影响了很多 所以他就义务去教 其实也有打一些有儀才 我和Jim也有去深水埗看过一场PFA 对深水埗 其实我最可惜的是 远远天上是飞马所谓的失业军 炸在一起 其实在训练上已经没什么了 说真的 你训练这些 你不会练战术 不会成功了 只是练基本东西而已 踢出来不差 是绝对是 有功架的 每个人都有 有功架的 可幸的是 有一部分能救回 港超 可惜的是 有很大部分都要转战甲组 或者1月组 港甲冠军 香港足球 终于有队升班 是的 这两队是怎样形成的 先去港会 港会 本身港会大概在4-5年前 是升过班 升过港超一次 是的 当季来到就 血流成河 即是叫做 失禁地失禁 即是被水人卸地攻 按着砌 那一场 我当时有去看 杰治主场队 十比零的 刷数据 是的 自此之后 港会是不升班 他们在甲组是 橫行 是橫行 但上到港超的水准 真的差一折了 而这个U23 就是因为 竹总 探丑郎先生 是的 就很有心 看到 本身经过这个凤凰计划之后 现在香港有一个 十年计划 吃肥鸡就算了 是的 那只被人劈了 现在十年计划 就不搞什么凤凰 就实在一点 希望 十年之后 是打这个 吃一杯 我觉得可以 没问题 外围赛好像是 没问题 现在都在打 看去到哪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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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就是 要 令到 U15 大概 这些 这个年纪 球员十年之后 是代表港队去打 那说吧 你的意思是 因为2030年 就要打2034年的 世界杯决赛周 所以 2034年 世界杯决赛周 我当色灵球员 是 2034年 即是 那时候我当 30岁以内 今年 2021 年 至少 这班 20岁以下 你心里 要打世界杯 挺好的 我觉得 好 没问题 有梦想 才可以 西班牙的帕迪 也是这样打 打完小千 打完一杯 现在有些巴塞 打了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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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西甲 什么都打了 我期待香港出过这样的人 可能 你可能 但是 我相信 球迷 听到我们三个这样说 都会觉得 十年计划 我觉得 不用太 失望 香港足球员 说真的 那句 十年计划 十年后 还有没有香港足中 这四个字 都未知之数 那我就觉得 听听就算 这些所谓的计划 但是 现在起码的CEO 让我觉得 譚先生 是有心搞的 虽然他不懂 老实说 他不懂 但是他有心搞的 因为 囚组这对U23 是很短时间的决定 说足总 去星期四开会 开了三次会 就已经是定好框架 章程 如何进入港超乱 有什么教练 有什么球员 定了 三个星期 金主楼也找回来 我真的不知道 去哪里找回来 霍山很主动地说要资助 想支持年轻人去追梦 是啊 真的 都是好事 听到这一句 好的 好的 至少肯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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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不是到最后 说帮他买楼才是口号 是啊 我没有说谁 林珊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你 今届的港超 还有就是定了 未来三季的主场 其实 这个是怎么样 我不太明白 就是 我当没有看开港足 我代表没有看开港足的朋友 为什么要定主场 你有没有说曼城下季 要踢游掌球场 还是踢岸飞路 不会的 因为 因为外国球会的球场是私人拥有的 是啊 但是香港所有的 除了赛马会结智中心是结智的 但是其他所有比赛的球场 都是这个康民署 是的 听完还会给阿姐说 是的 那场我们去看 深水宝 这个10点钟 都没有10点 9点59分 足球够钟 是的 在足球场的 观众 是的 这节已经完结了 Davy在那里笑 你不相信吗 我认真的 我们真的可以去看 9点59分 大钟 下面在踢 大钟上面 足球场的朋友 你用的时间已经够钟 请尽快离开 好过巴西的 巴西是什么 巴西是有些防疫官员 冲进球场 你记不记得 我自己没有做好防疫 那真是值得 香港足球 你用球场很惨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的 所以就要定 未来三年的主场 是的 但是其实 某程度上 都有一些微目 因为我想没有哪一队 会跟杰子争 旺角 旺角 旺角本身是可以两队 旺角 东方应该都拿硬 东方不会有傻猪猪猪 去将军澳 除非不到他选择 除非不到李文 或者这么说 李文 但应该都会选择将军澳 是的 因为其实将军澳看球的气氛 是的 对 很多将军澳看球很有趣 街坊穿着拖鞋 在街坊穿着拖鞋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坐下来 然后外援 是不是跟上军一样 4加1 上军都是4加1 现在加多了1 就是超级外援 是 今天又来头 我也看过这个 我看过竹种的规则 他的章程里面说 海超级外援 就是说 要懂得变身 是的 可能是其中一个 有什么 踢过一次国家队 那些 一次国家队 或者是顶级联赛 或者是排名球1至50 那些国家的顶级联赛 即是1st tier的比赛 符合到两个其中一个 那就是超级外援 但其实去年 超级外援的政策出台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其实有些少认识 不好意思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你知道现在做节目 很多头盔要戴 是的 为什么上军说有些认识 因为超级外援这些东西 香港未实行之前 其实香港很多外援都有 都很超级 都符合现在这个定义 例如 嘉维兰 嘉维兰 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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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西甲这么大把 是吗 一场 作敌是巴塞清分出身 是的 然后还有很多 以前的林志堅 踢过德甲 博俊菌 之前踢过普超 普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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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韩国本身 都符合条件 如果韩国国家队出过 我都已经符合了 你变成不需要特别找一个超级外援 所以其实只不需要加一个外援位 今年超级外援好像很瘋 某几代的超级外援都挺有 结智应该就是用巴尔拿 踢过西甲 未来的东方 我们稍后会讲 是的 那我们下一页 麻烦 好 那我们就讲回 哇 那么多转变的情况下 究竟 每一队会变成如何呢 那有定心 你先准备 因为呢 如果上季没有跟开 或者甚至乎 这个暑假没有跟开 的球迷 你会听到很辛苦 因为每一队都转变得很重要 其实结智算变得少 因为结智要打瓦盾 没时间给他变 是的 那结智就 朱sir就说 喂 我不玩成人组了 他先去玩幼稚 我先去玩幼稚 不玩半季 是的 暂代主教练就是金生 是的 那你们对金生的评解 如何呢 结智球迷 对金瑞 带了一场领军就拿杯 好激情 抱着Dunald 入了球后 大哥 那场球很难做 很难做reference 很难做reference OK 那 金金赛一直给我们的感觉 正正路路 调动也正正路路 是的 我就是想你说这件事情 你觉得朱sir的调动正路一些 还是金sir的调动正路一些 你都知道朱sir那些 朱sir那些是保守一些 保守一些 是的 金sir就肯用一下年青球员 那场出了赵冲午 亦都出了 但是这个有人说 亦都不要reference 为什么呢 我特别拿回杰理那场球来说 为什么会出一些年青球员 是因为要尽快避战 打赵冰杯 是的 所以去到港超 是什么世界 就未有人知道的 大概说一说 其实杰志 买人回来 就只有两个 在鱼园卖了胡小姐的好朋友 柴里斯角 认真的 在上一场看 我未见到有太大亮点 在柴里斯角上面 很大一只 至少踢足90分钟 很高大 还未嘔 是未嘔 初初来鱼园的时候 可能有些球迷身体 不知道 刚刚初来鱼园的时候 踢到70分钟 要换走 热了吧 太热受不了 他相信会拉车 会拉车 但是Elvin 你说他身形很漂亮 很高大 很高大 我之前没有留意开他 然后一看 这个人这么高 英式球员 英式球员 英国的地盘佬也大 不知为什么 他真的是地盘佬 是地盘佬 但是在战术上 其实杰志 应该是很好用的 因为他理论上 会推前一点 可能会打一个类似 爱国中场中的球员 把防守的责任交给巴尔兰 或者黄洋 潘佩軒 从远过来 一个右翼的年轻小将 我对他的印象 其实不是特别好 但起码他第一场看得出 除了入球那一刻之外 虽然入球我叫他多次 我想他也未必做到 但是 我是等了 潘先生 你觉得我说错了 你用表现告诉我 至少他勤勤力力 打得好 其实 想走的球员 又走了什么人呢 顏卓斌 就去了 这个星学者 他也是星学者 谷刑志 走了去南区 其实中场 真的不到他踢的 或者 就算有他 粉刀 可能都是70分钟进来 叫做 踢20分钟 不如找个年轻小小的 到过梁去的是法国第七级联赛 你法国有这么多级联赛 起码都在法国踢 那我们也有个 香港也有四级五级联赛 香港有很多级联赛 下面还有地区联赛 还有大学联赛 简单来说 如果我就这样看 截至走的球员 对正选阵容 可能唯一有影响的是 我认为中场的深度 是的 但是你买回柴斎角 回来 唯一我真的觉得是龙仔 老实 谷刑志出的场数 分分钟比龙仔更多 龙仔是大后备球员 即是后备席坐到最后的位置 差不多 还有龙仔也是很需要一下灵光一觸 那些 存很久大忌出一下 即是一招砰 即是上季你会看到 三不像 没有什么亮点 出到来可能 扭又扭不到 快又不是特别快 然后转过头六十分钟 那些人换走了 嗯 其实龙仔这个外借去灌中南区 其实这件事很有趣 是的 那怎样有趣 你对啊 我这样就来说 你不要你继续说 好 那怎样外借去灌中南区 其实是一个dry loan 即是以外国的terms 是一个dry loan 但是呢 它有趣在什么呢 dry loan 有租借费 结之后跟灌中南区说 这个我真的打算训练他 你真的出多些 我怎样令你出多些呢 你出的越多 我租借费你给的越少 即是你可能你整个季 你很重用他 南区也在说 你南区要给的租借费 是很少的 像星星给一元 是的 但如果你不出去 那你就金了 你就要给很多钱了 那其实是 我反而觉得 吴生这下玩得很好 也挺好的 其实你烤他要用 是的 自由生就是巴拉克和小雲斯顿 这两个其实是有传言的 在港会试着脚的 一来 二来为什么会继续他们两个呢 是因为他们没有打算为香港队效力 他们一个是菲律宾籍 一个是以色列籍 其实其中一个已经受到国家队 即是另外一方的国家队去注视 预计排名第一 我想这个都没有什么争议 其实 但是预计内阵容上 基尔顿会放在右翼 你打算 是的 说一下阵吧 我有点好奇你为什么会这样放 四个后防不用说 丹尼这么年轻一定正船 是的 40岁未了 刚才40岁未了 40岁未了 还可以踢的 我相信 40岁未了 开始步入欧洲球员30岁的状态 是的 你继续吹 继续 为什么会基尔顿放在右边呢 其实在上季结智去打亚冠 展示出来基尔顿都是在右边 这个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放在右边 而是本身结智 除了丹尼的位置比较fixed之外 两只翼 两只中场的自由走动很大 其实基尔顿可能 你可能会在中场中 甚至其实防控中都会看到它的 至于 为什么放在右翼呢 因为要凑够11个 和排出来比较好看 是的 所以就放在右翼 有点想吵你 哈哈哈哈 如果我就这样看 其实结智的11个 都应该在这里差不多 但是在上一场里闻那场球 我反而留意到一点点 就是因为季前 黄阳就很担心没了正选位 也可能说今季打不到 可能都退休了 但是我看回甘东晋排阵 其实我们眼前也看到 因为何振廷就重伤了 其实金sir打了一段 我不知道是有心理无疑的 黄阳打防中位 巴尔拿加查尼斯 两个打中场中 其实效果是不错的 一个轮流逗住 另一个就去分球 是 其实这个组合我反而可以试多一点 但是右边的会用哪个 你觉得 右边北顿 都可以 或者潘先生 好啊 还有分几民 双减 双减 其实还有很多的 那我们这里没有射出去 还有加惠蘭 但是这里已经是4加1 那如果出得加惠蘭 有基顿就不出了 就要抽走一个 是的 那我们下一队是说哪个 我们下一队是说 没有记错 应该是说黎文 是的 说黎文 好 Davy麻烦 是 东方先 不要紧 是黎文先 没所谓 陈sir就继续在这里 战术大师 李文今年最重磅的收购 应该是迪高 是的 就在东方买了迪高 迪高说的是上季 当东方说要去打亚蠍 李文去打亚蠍的时候 迪高已经宣布了迪高会走 是的 这件事都挺 特别 是的 就是当两队同时都要 为这个周斐去准备的时候 你这样算 还要两队同一队 是的 再加上迪高也是东方一个很重要的屏障 是的 所以当时这个消息也挺特别的 是的 但是来到之后我们又发觉 迪高在几场的幼儿赛都很凶残 是的 我用这个字会不会太好 很积极 很积极 迪高应该为李文第一场上阵 就是赌过东方龙斯 在将冠奥踢的 是 是 第一场出 第一场就和东方的球员打架了 是 是的 有的赛后访问迪高居然说 我很尊敬东方的 不过我现在只是为李文效力 所以李文的事就是我的事 李文的交由由我来打 后面的是我加的 是的 但其实李文这个阵 其实迪高是完美替代了尼堂的 沙布夫 至于你说后面欧 是 雍区陶 你很厉害的 懂得读他的名字 我只懂得读过雍字 你不会连增图的陶字 我懂得读过 陶字 我真的不懂 他想说自己中文不好 不不不不 下次译英文给他 是的 这个应该是未来储备 应该叫做 是的 那其实你问 基本上阵就没什么大变 是的 唯一变了有个前锋 这个杜丑 杜丑 杜丑 是未官宣的 打过什么阵 他上季是打这个 J1 即日积的清水心跳 是 亦都在卡塔尔的球队 这份CV 挺漂亮的 这份CV 挺漂亮的 是 超级外援 是一个巴西人 是 33 岁 很年轻 刚刚出道 还未看他能否打到青年联赛 是的 其实这个杜丑 杜丑 应该放明是拿来打阿协 也应该是想着替代以前尼迪利的位置 因为其实 乐狗中文是什么 乐迪古斯 乐迪古斯 乐迪古斯在利民道做到事 但真的不太选择 嗯 他刚打港钞 你讲乐迪古斯 对 阿协 他这样的身型 他这样的身型 打港钞 站在那边就顶贏了 大佬 所以杜丑当时不用他 你的意思是杜丑自在 不知道 這個交給大家去想 成龍大哥就繼續在這裏 阿哥斯達這個球員我覺得很特別 我覺得他不會在正船 但對球每一場都有他 我覺得他是一個可以改變 例如一些禍局或者僵局 破局的人 他真的可以帶起 因為上場對傑志 阿哥斯達一換進來 和基華尼頓兩個換進來 效果是很明顯的 阿哥斯達一下來 第一,傑志的球員就不知為何會開始屌 因為他有很多小動作 南美球員 但他進去拿著球分球 派牌這些威脅真的很大 所以阿哥斯達不知在阿協會不會 但我想問你剛才說 你不會覺得他是正選 但他每次都在 是甚麼意思 這個就是最巧妙的地方 曉明sir不喜歡把阿哥斯達放在正選 但只剩下60分鐘便換他進來 但我經常覺得他每次踢球都很有效果 但他不會放在正選 因為阿哥斯達也試過 而且在利民打正選 你又要宣傳甚麼EFootball 我管他E甚麼 兩隻都是垃圾遊戲 其實阿哥斯達 其實之前試過打正選 是沒有甚麼效果的 而且本身阿哥斯達 也是體能相差一點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 為何香港選擇他外援都體能差 選擇他也是那些 要是只會嘔吐那些 基歐利頓就不用說了 絕對見到 絕對見到 其實尼隊的 沙浦夫去了比斯特大辣毛 其他的其實也不太影響過正選 就是這個澳門球王 俗稱 是啊 那 對了 大哥 你梁家恒打甚麼位置 打中鋒 你李文有沒有試過用華人打中鋒 最近華人都是只有樣子的金城牛 最近華人的樣子 其實每一隊 有哪一隊真的用華人打中鋒 10年前的南亞 陳肇琪 現在好像沒有了 現在南區在夏致明 華人 華人 華人和香港人是兩個item來的 你小心點 我們看上一張應該是 紀摩有層次的球隊 輸給日本那隊? 我說上年我們香港輸給日本 當然 我們說上一張應該是東方 剛才說了 東方又玩了一個跟戒指差不多的領隊制度 是嗎? 是嗎? 盧比道叔叔 就代了榮聲總監的 有錢 有錢 就是這樣 是 阿堅巴就去了做總監 是 盧比道就暫代 都不是暫代 這個就沒有 他沒有像蠍字一樣 即是說會換下來 沒有的 其實他一早在打阿協之前 就說是臨時的主教練 是 但當打完阿協之後 看到拿第二這麼好的成績 就升了做主教練 很難不拿第二 阿協 所以他們打得很難 蒙古那場就真的很精彩 精彩到我欠這個球場 吹到雙風 睡著 真的很悶那場球 不是 東方龍師的上季阿協 不好意思 真的要笑兩句 他們把一個很難拿不到第二的賽程 打到很難才拿到第二 是的 真的很厲害 看回轉會 我們主要 其實進來的人 都是一些年輕 都年輕的 其實 你見到 米基爾就可能相對有些經驗 比較老 但其實你看到 無論孫銘 學銘 晉銘 這三個 真的叫三名 胡晉銘打了防中 然後孫銘謙打了左翼 劉學銘打了中堅 這三名 是天所謂三保 就一次過來了東方 這三名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來到東方有沒有能打 不能打 不能打 不能上場 青銘盃應該有得上 混蛋 這三個打青銘盃 其實青銘盃 他們的年齡還是U23 我沒有記錯的話 孫銘不是 孫銘是24 孫銘有機會 可以跟菲蘭道爭爭 但現在孫銘先打左翼 就不是跟菲蘭道爭爭 他是跟這個新來的 杜華利 這個杜華利 我們後面講 我們先講講其他人 米基爾呢 你覺得搶到正船嗎 都可以 其實我本身有想過 米基爾是放後備 米基爾那位應該是林恩許 那林恩許那位是誰打呢 就是林主機打的 是 你講來講去都是以前的杰子 這刻 是 好老實 本身東方 那位是傻幫 對 對 林恩是誰 不知為何盧比道很豐用梁胡冲打防中 當時沒有人 是的 我也覺得是的 但反過來 因為我現在這樣看 東方這對青金杯應該真的好 林樂妍、朱衛軍、劉鶴命、胡俊、余子男 都可以借去流浪 其實其他都是青金杯上季打成績 年輕人 他其實吸了半隊 不過也好 幫助林樂散熱班的年輕球員 反而我會覺得有少少隱憂 如果以東方來說 馬高斯打中堅的防守能力 其實馬高斯這個位置 這張圖時有些斟酌 打甚麼位置 寫說他可以打中堅 中方、防中 香港一直都是這樣 以前都是這樣 等於孫敏軒打左閘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分分鐘有機會打左閘 馬高斯自己受訪 最近這幾天受訪 他在諾爾卡體育會打中堅 諾爾卡體育會是來自西月第二組的 不差的 其實馬高斯當時很厲害 在港超去到西月二再回來 現在打中堅 他就說都適應了打中堅 但是本人對他 因為他之前來過 我對他唯一的影響是射罰球很厲害 但是他對防守我真的 黃威借了香港U23 這宗怎樣看 怎樣看 吸收一下經驗 以老大生也不錯 但是他是老的 是啊 他本身其實很老實 黃威的實力是有的 但是 東方 撇除今年之前那幾年行的政策 都是一些明星球員 是 今年說搞青年軍 就可以節省一點錢 但是今年他們用的班費一樣 都是三千萬 差不多 因為東方那邊其實有說的 他的訪問有說 我今年雖然是搞青年班 但是不等於我用得少錢 我只不過是把那些錢用在超級外援 以及用在年青球員身上 但是他講得明白 今年班是跟去年相約的 是的 東方大概是這樣 預計排名三或者四 這個我真的有點爭取 也會帶出下一隊 是 結智第一沒問題 李文第二沒問題 東方沒理由不是第三 你怎會寫三四 有人跟他爭嗎 有啊 哪一隊啊 這個 南區 是的 你真的覺得南區可以 我們就看看南區買了什麼人回來 是的 我們看看南區有什麼收購那些 南區 南區 讓我找一下 兩張就是了 這個 是的 一樣都是由我們的 聶文 巴基斯坦國腳 前國腳 我真的覺得 聶文大隊 反而是南區拿不到成績 最大人優 是的 所以今年也找了Ricky回來 Ricky Sir 也是做總監 好像是堅巴一樣 大波勢 全部都走到總監 什麼事啊 是的 陣營上面有什麼分別呢 你看到的 其實 或者說 留了隊的史蒂香彭利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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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西安勒 露西安勒 露西安勒已經新簽了 是的 然後還有兩個日本的中場 實力 實力呢 如果單看外援 比起東方 我覺得是相差一級 但是你會覺得他可以跟東方相差呢 他們那個球員的 或者新簽回來的球員 或者是一些本身 在球隊的球員的經驗相對比較好 即東方今年是用青年軍 年青球員 你肯上得的 通常很大機會 教練可能會給他們一些空間 犯錯 但是藍區的球員 相對經驗 no excuse 即球員犯錯 no excuse 即是被迫著打好 不能犯錯 是的 還有看到的是 本身因為其實上年的藍區 陣容都不是一些很老的 即是我說到好像藍區的人很有經驗 以為他們很老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特別老 但是其實本身藍區 他們一兩年的政策都是偏年輕一點的 即是不像潔志那樣玩U40的 是的 是的 那麼就 相對 我覺得藍區今年有一番在 再加上他們的外援位 其實一向南區的外援 CV挺漂亮的 但是邊箱 不知道為什麼 永遠都是踢不出來的 所以我不是說最大隱憂的主教練 是的 列文上季是用了 四至五個陣容的 好像每一場比賽 是變成 好像 打這個Football Manager 每一場就換一個 可能他在比賽前一天洗澡 想到用什麼 第二天就直接去試 那些球員都很辛苦 是的 所以藍區踢藍區很辛苦 每次都 突然 他只有一個人是永世不變的 兩個 一個叫夏志明 一個叫謝德謙 這樣就糟糕了 怎麼踢到成績出來 因為藍區 其實剛才阿占那個位 說得對的 就是洗澡就想到第二套 那些球員一落就來 我們不是踢4-3-3嗎 突然變成3-5-2 其實藍區的球員 踢得反而不辛苦 為什麼呢 為什麼夏志明和謝德謙 一直都不換呢 因為無論萬變不離其中 另外那九個都是手的 總之拿著球就扔給子彈 跑了連連都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他無論3-5-2 3-4-3 4-2-3-1 總之就是給子彈跑 總之都是手好 接著就扔給子彈 其實本身前幾年 這個Ricky Sir帶 其實他們的球員一向很好看 Ricky 球很好看 藍區打什麼呢 打防守反擊的 就是在後防先做好防守 扔兩隻翼跑 然後扔在中間 當時是肥棒 現在是夏志明 所以今年看到他們的新籤回來 為什麼我說左翼是簡加坑 或者龍仔呢 龍仔打左翼 我自己有一點點 concern 正如剛才我們說的結子 為什麼借他出去呢 變成就是 很老實 因為中間如果你說要抽起給龍仔出的 井村浩泰和座舟木舟 我覺得都挺穩固的 村籃浩泰 剩下的谷刑志 谷刑志和龍仔 谷刑志 我對這個球員的創造力 或者進攻都比較強 是唯一防守就單薄了一點點 但是正如我們所說龍仔三不像的時候 問題是列文會不會 沒有人想到 沒有人猜到列文在想什麼 他就算說了給我聽都聽不懂 或者可能列文覺得龍仔表平均實力好一點 好像以赤哈利榮詩一樣 功德守德 聽上去好像是 可能他也是覺得龍仔 又好像功德又好像守德 那不如就放在中間 谷刑志是懂得攻的 是不要了不要了 你猜不到的 因為如果你中間鐵三角 坐在木舟加村下浩泰 其實這兩個球員都比較偏是 搏腳加防守的 村下浩泰偏防 所以其實放一個進攻層面 更高的谷刑志 其實機會是大一點的 但是問題就是 剛才你說的問題 如果谷刑志放在正選的時候 左翼基本上肯定一定是鄭典龍 因為要出 要不然很貴 這是事實來的 這是商業來的 即是代表谷刑志不打的時候 可能龍仔放在中間 這真的是事實來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問題就是 村內浩泰可以打得怎樣 村內浩泰本身的位置是中堅 對 因為中堅 以前看村內浩泰的活動能力是不高的 日本人的踢球風格 一向都是比較技術流為主 是 技術而防守 對 但是當你要放下去 說要打防守的時候 面對著高強度的廣超 是啊 因為村內浩泰是一個比較薄身的人 I mean 身形比較薄 你對著 灌中南區拿第四由自可 拿第三要對著亞洲外隊 村內浩泰的防守 對著西亞 不用西亞 東亞其他地區的中風 我想真的都挺虧張的 挺辛苦的 是的 我們預測的前四 就剛才說完了 我們就休息一會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跟大家說另外那四隊 另外那四隊的變化比較大 我們一會再說一說 再加上少少亞歉亞冠 亞冠的展望 我們一會回來再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